來看看其他這個生活後面的消息囉 中國各位觀光客來臺灣的這個人所 現在是越來越多 很多人也看過這個市場 有人是大學院的畢業 就想去考市場這個豬油的這個 主要讓這個豬油的這個市場 現在是有這個人吃這個 不過是這個上可以帶團的人 是減吃這個 所以這個荷山坡來研究 看是不是從民國一百零二年開始 所以說發育的豬油 要通過國庫開黨提到主席 中國客來臺灣的民宿政家 華國的豬油也創新館 現在只要有各種的學料 就可以考豬油的這個 當然是今年就發出要一萬張 不過民宿政家 算不一定會真的去做豬油 政府決定未來要考過國課 來選各國有主席的人 大概都是在大學的時候他就考 所以他其實拿到證照 他可能要等他畢業以後 他才能投入這個職場 變成大學畢業來考 其實在我們方面我們也是蠻支持的 民國一百零二年 華國的豬油科企要改造國課 可能會增加歷史文化這些題目 也會說這個大專比亞才能夠課 不過如有壓制人為 科企雖然變得比較嚴格 不過也是不一定會選得到合適的人 講解人力態度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那可是呢真正能不能上場 那是另外一馬子事情 在職訓練的部分 這個可能是當務之急 李昱夏表示政府提供的豬油 訓練沒有夠讓很多新 拿到這條金譜沒有辦法創團 跟美中國人的領土更差 甚至發生過豬油 給UK刮落車的建設事情 要提升豬油的水準 除了科企也會加一些訓練 記者 認定有過的尊嚴 台灣報道